随着大家对汽车性能的了解 四驱系统也慢慢的补给开来 首先四驱系统也分为好几种 现在都是以全时四驱为主流 顾名思义 全时四驱就是车子只要一开动 就是四个轮子驱动 不过油耗大了一点 但是驾驶的运动感是无可替代的 全时四驱多用于SUV车型上 接下来是为大家由下道上的介绍 全球排名到前几的四驱系统 大壮的Smotion系统 这款四驱系统主要利用 电子液压技术 主体是用多片的撞离合器 通过智能电子技术控制液压系统 主要的动力就是液压机油 通过防温控制片状 离合达到控制的作用 但是液压系统对机油有着很大的要求 随便一段时间 就会有大众的四驱车主 抱怨自己的车子在驱动上有点问题 这也是Smotion的最大缺点 所以只能排在第四 宝马XDrive系统 宝马X系列的SUV 在全球有着很高的销量 作为宝马的当家技术 XDrive的优点是全方位 全地形 能过做到完美的驾驶 XDrive不同于路虎的四驱系统那样野蛮 它通过智能电控技术 合理的分配动力在各个环境 XDrive的缺点是在动力上 要比较肉一点 其余都是完美的 路虎的四驱系统 路虎作为豪华SV 它的四驱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路虎的四驱系统也被其称为 傻瓜视相机 就是驾驶者只需要给油 能适应大部分的地形 路虎的四驱惨是纯电子控制 同样是多片状离合结构 关于这款系统 车友们一直认为很不错 不过在长时间的驾驶中 强度和耐久性能下降 这也要比奥迪的系统差点 排名第一的就是奥迪的Curato Curato以上三款的系统完全不一样 它是由纯机械控制 没有多片状离合 它用过软杆控制变速器 加上奥迪的多年以来的调教 Curato可靠 稳定 都要手去一直的 加速和适应环境也是不在话下的 因此Curato排名第一 这就是全球排名前四的四驱系统 但日系代表的丰田和本田的四驱 也不错 只不过和德性技术还是有点差距的 所以没有上榜